朋友们 我们出发了 每天就这一台词 朋友们收拾完了 咱出发了 那说点啥呀 这段别录了你找一个不同情点 比如我们到冰河的时候 你管着吗我的视频 朋友们我们要出发了收拾完了 我们这次要寻找 你叫什么冰川 我们现在要出发 祥哥拉冰川了 寻找祥哥拉冰川 看看这次能不能成功 上次去卡钦冰川是失败了 瞧这回的吧 这个厕所没有水 然后特别恶心 还是上大野地吧 我们准备在这路行 做饭 然后有一个当地的 大叔吧 不知道为什么 躺在这了 我们也听不懂他说话 他也听不懂我们说话 做饭了 削个土豆 我去这肉地道啊 我们正在做饭 一帮可爱的小朋友来了 来我把你们记录一下 把你们记录一下 这营地太热闹了 狗子都来了 我决定把摩托车放在老乡的院子里 然后我去开祥姐的车 一块过去 你把这碗拖了吧 你拿汤水 你带这么碗干什么 这碗拖了吗 你不洗摩托车 你带他干什么 你先关上吧 我一拖 那什么一拖 开祥姐这个 车过去 这样 安全一些 祥姐 我们又并肩作战了 Go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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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争谁是谁呢 果然没错 我是大师兄 想想是师父 我跟大师兄就是老跟老跟师父朝见 非常符合我们俩辛苦 然后阿林是阿季 她老喊着要分家 太对了 老老是上师弟 我们现在这是六月份 如果天特别热的话 七八月份的时候最好不要来 太晒了 没有一个遮阳的地方 这地方真的太晒了 现在 他自己享受完了 他不是让你们享受 现在还没有那么热 你们相信我 不要相信他们 就到了一个门 现在进来 门没有锁 快点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离雪山这么近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称之为神山了 当然这不是神山啊 神山一定比这还要壮观 休息一下 兄弟们 前面有个小房子 快 这边的树 都是这种 这叫什么呀 是松柏吧 松柏树 长了好多这种 小果子 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植被了 都是这些东西 大家记一下这个路啊 这是最高的那座山 这边有一个小水房 这边有一个蓝色屋顶的一个农家院 然后这边是一个牧场 现在顺着这个水房和农家的这条路 奔大山的这里面进去就行了 顺着这个水房进来 这边有一个小桥 不要过这个小桥 顺着路往里走就行了 这是那座小桥 这是这条小路 这边的植被都比较茂密了 然后也比较高 这个路还是挺好找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找 只要找到前面那座大桥 大磁血索桥之后 就很好 很好的进来 很好的找 非常简单啊 justify Easy 准备了 这个农家 然后 Joyce 我给我评论了 这条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吃个西红柿 第一次感觉西红柿是这么的美味 哇太爽了 我们现在走了两公里了吧 对两公里 用时40分钟 走了应该有一半了 手机有点反光看不清 是不是 我现在手机是移动的 现在移动信号是 没有4G 阿灵用的是电信版的格型 现在还能直播呢 格型 你真行 来我小黄吃 看看这个石头 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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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咱们开路 哎呀你这都不达标 小学都不达标 这能有三米吗 我就让它咕噜 我们现在穿越这片丛林 都开始有点喘了 因为一直小上山 努力加油 我们终于穿过了这片丛林 现在到了非常开阔的地方了 往那边走 往那边肯定就到了 继续努力啊 看这个山 这留下来的沙石非常细腻 然后这边有一条河 那还有几头牦牛 继续走 一沿着这个路非常清晰 你看见没有啊 就走就行了 我的队友已经看不见了 他们太慢了 刚才是一条沙石路 现在这是一条土路 我现在有一种预感 快到了快到了 穿过刚才那片小土地 现在又来到了小石地 石头地沙石地 继续往前走 这儿的风太大了 是一个大风口 是一个大风口 等等我的兄弟们 哎 杨姐过来了 那俩人还在后边 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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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自动屏蔽 什么也听不见了 为了走这点路 省了半百块钱 哇 值 这半百块钱得吃多少东西啊 哈哈哈哈 光太大了 快 快 我们现在到了峡谷的正中心了 现在要过河了 可能 这个冰洞 就在这儿 或者在那儿 这儿有两个洞吧 一会儿过去看看啊 先过河 这山上还有三条瀑布 非常漂亮 太神奇了 过河准备 咱们把鞋脱了 把袜子脱了 穿着鞋过去 把袜子脱了 前面塌方了 兄弟们 看看这个土 哇 还在流 还在流沙 好好研究研究怎么过河 先看看这河水有多深 太深了 太深了 不行 刚才那边过不去 我们顺着这个山边 往里走一下 试试 看看能不能过去 太难走了 想想 阿林喝烂了 过去 来都来了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吧 哇 哇天呀 掉下去就完蛋了 慢点 小心 想想 烂了 阿林 快点 慢点 捡着大石头踩 快点 阿林躲开 落石了 快点 躲开 朋友们 我特别想去那个山顶 山顶上有云彩 这种感觉一定非常奇妙 但是他们都不去呀 这帮人都不去呀 小心点 看看 看看 这就是冰啊 看看了吧 找到冰川了 找到冰川了 找到大冰了 别走这边 这边全 往上走 对 越来越近了 看看 血水从这融化 一直流向远处 现在这已经全是冰了 走路要小心点 这边 血水在一点一点的融化 下边都是大冰 全是大冰 来 朋友们 看看这个冰有多厚 走 很硬啊 等我有钱了 我就给这修一条高速公路 你们赶紧的 给我多点点关注啊 靠 瞧这个冰 这可不是山啊 全是冰 朋友们我已经看到蓝冰了 但是我不行 我现在不敢过去 因为我刚刚走到这儿 你这边还有两米的距离 这山上就掉下来石头了 我的妈太危险了 如果刚才我不拍这个镜头 就是我走过这镜头 我肯定被砸到了 我简直太幸运了 今天 大家尽量啊 一定要离这个冰川远一点 看好了 你们看看这冰 像水晶一样 又掉石头了 哇 吓死我了 我听着石头落下来了 我就跑过来了 看见了吗 哪里啊 你怎么也不叫我呀 你大爷的 落着一大堆你不叫我 啥不着你啊 我刚才就差点 我刚才就差一个镜头 我这拍一镜头 要不然我就肯定砸着了 看看你看看看 我天 这不行啊兄弟 太恐怖了 这个 这太危险了 我刚才差一点 我们四大鳄人 终于到了冰川脚下了 现在看一看 我们用了多少公里 大概看一眼啊 我们从桥开始算吧 走了4.75公里 差不多五公里吧 用了一小时43分 然后来到了这个冰川的脚下 又掉了 这些地下的 看见了吗 旁边 全是从山上滚下来的 像这块这些都是滚下来的 我们坐这五分钟吧 已经滚了很多 很多个石头下来了 还在流啊 我还在流 刚才掉一个巨大的石头 咚的一声 从刚才落石的地方过来 继续往里走 看这个大雪山 看这云 太美了 啊 啊 进不去了 是不是 这还一个帽子 捡了一帽子 这回安全很多了 不行了 不行了 朋友们 实在进不去了 季节不对 现在全是水 看看这水 看看这水 哇 非常非常遗憾 看不到最美的冰川了 也看不到那个冰洞了 哎呀 太遗憾了 慢点慢点 好好好 打了一下 但是我戴手套呢 那边肯定过不去了 这边也不浅 大概到小腿这儿吧 这个水给大家看一眼啊 看这水多深 差不多大 到小小腿肚子 看看祥姐 这睡姿真是没谁了啊 哎呦我的天哪 真有样啊 这是一晶晶 我连一晶晶呢 一晶晶 咱们怎么着 兄弟们 这条河已经5米的缓 根本没办法 根本没办法 从这气温的上升 眼前这条河 宽度已经5米了 水流很湍急 根本没办法蹚过去 所以说看这个冰洞 最佳的季节 应该不是夏天 应该是冬天 冬天整个河面接冰 走起来就方便多了 在这个节目最后 我们只能把无人机升起来 尽量的弥补遗憾 用高空的视角 给大家看看 远处的冰川 我靠雪崩了 雪崩了 那边雪崩了 我去 太震撼了 我们不开玩笑的啊 这个确实过不去了 现在不是这个进冰川冰洞的季节 最晚的话应该差不多在4月份 快看路快看那 快看那 拍不到啊太远了 看那边我去现在往下流呢 看我手指的方向 太棒了太爽了 从这个河进去 之后 还要捋着河走 冬天的时候 结了冰 还差不多 因为它的河水就没有那么宽了 现在河水太宽 所以进不去 就算是突破到这山顶上 估计也很难 所以我们这次失败了 失败了